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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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有品级之分 分为极致之美 上乘之美 风格之美 异性之美 极致之美 如四大美女 沉玉乐艳 碧月秀花 一批一笑 能够倾国倾城 更有甚者 周幽王 魏伯包四一笑 烽火系诸侯 而导致亡国 此类人 反间难得一见 上乘之美 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那种 长得比明星还好看的神 这类人 凡夫族子 难以企及 我们身边最常见的 就是风格之美 如如 大家闺秀 小家碧玉之类 异性之美 说得通俗点 就是指 长头发就是女神 四种类型中 上乘之美的神 最容易被人污蔑诽谤 他们本来是凤凰 不小心落入丛林中 与白鸟为物 引得众人争相追逐 任何东西 一旦炙手可热 大家就八线过海 各显神通 急红了眼的人 担心自己抢不过 就造谣诽谤 反而将女方名声搞臭 自己好减便宜 这种男人多如牛毛 从读书时开始 见过一茬又一茬 但凡他追求的女孩 随意大力几句 马上就到处宣扬 已经是他的女朋友 要是有幸陪着女孩 走了几步路 很快就变成 人家跟他已经那个了 只不过 很多女人不知道 这种人背后 竟然这么说他们 我年轻时有个哥们 追学下笑话 就那么一次放学回家 果然跟笑话一路 天天在我们面前嘚瑟 搞得好像两个人 马上就要结婚生娃一样 后来别的男生 也去追笑话 这哥们还真动手 跟人家干了一架 当时学校也处理不当 校长在大会上 批评完打架的男生 顺口来了一句 苍蝇不顶无缝的蛋 有些女生也要懂得 自重自爱 不要成天朝三热死 这下好了 全校师生都在 女孩背后指指点点 害得女孩抬不起头做人 再加上一些 曾经追求过这个女孩 没有追到手的男生 到处扇风点火 在背后胡说八道 本来一个纯津无瑕的女孩 一下被大家传成 招风引蝶之流 任无可忍之下 女孩的哥哥带着人 把几个蹦打得最凶的男生 收拾了一顿 女孩无奈之下 也只好转学 有些上乘的女神 除非她变成孤家寡人 不大理任何人 不然都会传出一些流言蜚语 她确实没有招谁惹谁 长得千交百妹就是罪 遇上这种人是你的福分 如果你选择相信那些风言风语 你也就选择了异性之美 其二 有些女神懂得品贱美 无奈所欲之人 却是泛泛之辈 挑三拣四种 就被誉为花心 都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如何才能自知 矮子里面也有高低之分 只要有人不如自己 那自己就很优秀 人心本就如此 一百步像五十步 要想人自知 除非日不落 能入风格之美行列的女神 怎能自知 那些男人的嘴 骗人的鬼 早就把人家夸得忘乎所以 你让她如何清醒呢 风格之美 其实就是云云众生 不丑为美 只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 你想出了哪个站点边的词夸她 她就是那种风格的美 一个女人五官俱全 你还指望她承认自己普通 不是你天真 就是她白痴 所以 出出马路 他们都很心高气傲 总得允许人家 瞅瞅看看货比三家吧 逛着逛着 一步流神快打烊了 有的比划了几下 觉得不合适 有的是了是不那么合身 但她确实没下决心要买 怎么能说人家花心呢 除非遇上卖切膏的人 不给你机会犹豫 一刀切下去 不买也得买 生米煮成熟饭了 你还能怎么着 这种花心的女神 再正常不过了 快打烊的时候 她真的会赶紧挑一件买了 不然真的白逛一圈 过日子嘛 能凑合就行 反正咱也不时攀安送玉 其三 以青春为资本 不择手段牟利 凭借优厚条件 自甘堕落 这是真花心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条件如何 遇上这种人 请绕道二行 他不是你的菜 他不是任何人的菜 你要是有利用价值 他自己会送上门 你要是无法满足他的欲望了 一脚就把你踹到太平洋里 心中只有利益 和内心只剩欲望的神 叫做欲和难填 别把自己当成菩萨 你超度不了他 地狱不空 他永不回头 而且他老马食徒 无论去到哪个星球 他那身骚味都能引来怪兽 这种类型的女神 才真正有资格成为花心 不过 她是罪恶之花 虽然很美 结果却剧毒无比 能彻底把你毁灭 其四 有种女神 天生不懂得拒绝 生性柔弱 遭人无情欺骗玩弄 这种花心 凄惨而悲凉 这种给予的人 本不应该算作花心 无知的心 遇上了薄性之徒 就因为没有成为猎女 却要遭世人白眼 无辜 无奈 无言 遇上这种人 除非你打算抚慰她的心 不然别再伤害她 她确实没有花心 只是轻信了花言巧语 只不过涉手为身 痴心遇上了无情 是件女子 除去唯利唯欲之人 其余都冰清欲解 所谓的花心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欲驾之嘴难道是花心 重力寻觅 也能叫花心 受骗上当 何来过错 真正花心之女 你有本事 她会找你 你说无能 踏遍天涯 你也寻她不找 遇上了清新的人 就要大胆去追求 你在谨小声微 做权衡 她又何尝不是在 耐心 仔细地 做对比呢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 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留言讨论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